剛剛主要是再增加了這個把K放到那個Sales裡 其實就是主要是這個把這個K放在這個Sales裡面 然後就去抓哪個資料 那最後再增加一個就是哪一欄到哪一欄的自動跳欄框 大概這兩個地方 其他上面都一樣 那最後的話我希望怎麼樣 可以直接執行之後 像這邊執行完就類似這樣 他馬上可以知道過 但是問題是如果前面的資料不要的話 入職時間冒號 這個不要 那剛剛之前我們做的方法是用那個MID MID裡面都還記得吧 我們是用什麼 用MID這個函數 那MID函數呢 把這個資料包進來之後的話 那主要是什麼 這個地方用什麼 用L1N MID然後L1N上面的這個儲存格加2 可是實際上這個概念 其實也可以把它轉變成VBA 邏輯一模一樣 只是寫的方法不太一樣 那哪個地方不太一樣 記得喔 像這個鎖哪一列的話 如果是鎖哪一列的話 如果假設在VBA 你就用哪固定的列 固定的列就可以了 OK 那寫的方法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我希望把剛剛這個最後的結果 一樣可以像那個 Excel的公式一樣可以幫我切割 那我第一個 需要什麼 一樣先在這個的 因為將來這個就是取得的資料 外面包一個什麼 包個MID MID 其實還蠻像的 刮鬍 然後呢 把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就剛剛的那個什麼 入職時間這一串 入職時間冒號有沒有 放到這邊 那我要取得的資料 豆點 他會問你 你要START 其實就START NUMBER 就是哪一個字開始啊 那我要從什麼 入職時間冒號 下一個 那當然你不能直接輸入6 有沒有 123456 不行 因為後面這個是123 這個是4 OK 所以假設每個都一樣 你可以輸入固定的數字 但如果不一樣的話 那我們可以模擬什麼 有點像模擬喔 跟那個剛剛的函數一樣 L1 算一下什麼 哪個儲存格 那之前我們是打個D1 可是如果在那個VPA裡面 你不能就是用那個D1去指向某個 而是你必須 用Sales 哪個儲存格 刮鬍 那因為要鎖定的是D1列 所以這個Sales 這個列的部分 你就輸入1就可以了 那它永遠就是第一列 鬥點的後面的話呢 哪一欄 哪一欄會變動 會變動 所以呢 會變動的話 你就直接給它一個什麼 給它一個J就可以了 意思說 反正我第一次抓 那我就是 抓這個第四欄的這個 上面的這個入職時間 那如果我第五欄的話 那就抓上面這個 那意思類推 所以概念蠻像的 所以這樣的寫法 這個寫法是算 可能會比較需要 是會理解一下 有沒有 這個Sales的第一列 的追欄 然後呢 再來後刮鬍 意思是幫我算一下 入職時間幾個字 四個字 姓名幾個字 兩個字 那它我主要是在後面兩個 所以加二就可以了 鬥點 幾個字啊 那之前我們是輸入 公式裡面輸入 是吧 一個很大的字嘛 一個很大的數字 所以我們輸入99 那一樣的方法 你可以在這邊輸入99 然後再後刮鬍 好 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 我們就大功告成了 那也就是 有點像是把 把之前的那個邏輯 轉變成 這個 這個VBA邏輯 那這邊寫 我們可以比對一下 其實這個是 之前寫的公式 那這邊的話是改完的結果 有點像 把之前的這個 這個 所以你看MID一樣 這個MID 長得一樣的 差別的地方的話 就是取資料的方法 公式裡面是用index 那這邊的話是用什麼 用sales 那 再來的話 這邊L1 加2 那這個L1 加2 我把它改成這樣 L1 一樣 主要是把這個 D1 改成這個 那 如果E前面有鎖的話 其實你會把這邊 就固定E 如果有錢的符號 表示那一列 不會變動 那不會變動 你就給它一個固定的數字 就好了 那 前面像D這個是 它 沒有錢的符號 所以我可以給它一個追 它會變動 OK 那這樣就 就大公告 後面其實你會把 加2 跟豆點99 破瓜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 所以其實我是把 之前那個 在Excel裡面的 那個公式 把它轉成VPA 改寫一下 好 那這樣的話 後面一樣 AutoFit 所以如果做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輸出的結果 會不會是符合我們要的 OK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這個是不是OK的 那我一樣 我把它按F8 好了 珠航來跑 先把它清除 先清除 這個清空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輸出 那之前的寬度比較寬 有路指針冒號 現在有沒有路指針冒號 你會發現就沒有了 它就直接把日期帶過來 OK 再來的話 就姓名 姓名冒號去掉 輸出 有沒有 流氧盒 那以此類推 也就全部呢 讓它全部跑完 全部OK了 那寬度如果 有沒有太寬了嘛 所以 因為我這邊底下 一樣有一個Columns D到G欄 幫我自動調整 所以如果執行這個的話 那基本上 它就可以很快的幫我 自動調整欄寬 那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今天的話 基本上 你們就是在把 剛剛講的 這個補上 然後 最後的話 再加上什麼 兩個按鈕 一個是清除嘛 所以你就 再 插入這個 按鈕 然後先清這個 人事分欄 然後再加一個 清除 所以我們就可以很方便 按一下這個清除 按一下這個 就人事分欄 OK 這樣就大功告成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